大家好,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 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DSE 2017 年的Paper 1 第17條的長題目 但未講這條題目之前,我給你一個 comment 這一條,可以嗎? 這條我已經打爆聲了,那是什麼意思呢? 這條如果你真的給我寫一個 comment 那我就會覺得是一條比較超心的題目 對於你們來說,可以嗎? 有點像以前的AMAS,即是會考年代的AMAS的題目 又或者是以往A-Level年代PULMAS的題目 要你執拾生,即是Bpart就一定要用Apart去做 還有你Apart證明不到,不要那麼傻珠珠不做Bpart 用Apart的result去做Bpart 雖然你做不到Apart,照樣拿分,對吧? 這條很有以前那種考試,舊制度的味道 好,事不宜遲,先看看這條題目 他就說,叫你A和P Be the area and the parameter of 這個三角形C,D,E, respectively 我立刻就問自己,喂,沒有圖 那怎麼辦呢? 即是意味著這條題目考你畫圖 最難搞的就是這條題目 這麼大盤文字,但沒有圖 他說的東西其實是牽涉圖像 當然是畫出來 繼續看,他就說 Delook Radius of the inscribed circle of 3 個型C,D,E, by R 那什麼叫做inscribed circle呢? 問得好啊,是不是? 那我等一下告訴你 我錄士其實都有講過 在我錄士的chapter 15都已經有講過了,對不對? 甚至在circle的課,即是chapter 9 我錄士chapter 9都有講過什麼叫inscribed circle 然後他就叫你Prove that P R 等於2A 挖了頭都不知道幹什麼 不如我先描述一些東西,好嗎? 就憑他黃色這句,小心點 A是代表什麼,P是代表什麼 分別就是area和parameter 中文就是這句,自己看吧,可以嗎? 人之二進,我先描述給你 不如我們嘗試畫這圖先 你畫到就舒服一點,畫不到 就算你過到A part,B part,你都會炒粉 不如我在這裡畫吧 首先,題目有講過 有一個圓形 有一個inscribed circle 什麼叫inscribed circle 不如我先描述圓規 大約一個圓形 其實中心就在這裡 我稍後再描述給你 或者先描述 這個就是中心 剛才我描述了針 你看不到那個洞 我看到的 我先描述在這裡 而事實上 什麼叫inscribed circle of 這個三角形CDE 其實現在這個圓形裡面 上面有個三角形 不如我用紅筆畫吧 大約就是這個款式的三角形 我也是大約的 OK 我大概畫吧 都畫得一般漂亮 好,圖改也是時候 那... 因為我教你所以畫得更漂亮 是吧 完美主義者 Mr.Wong OK 那即是換言之 什麼叫做三角形CDE 其實三角形CDE 即是說現在這個 就是... CDE 哪一點打哪一點 無所謂的 我就當CDE是這樣 好嗎 而事實上 這裡有一個三角形CDE 這個紅色三角形CDE 而事實上 inscribed circle 即是說... inscribed circle of 這個三角形CDE 即是意思這個圓形 是在這個三角形上面 剛好tou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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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點 就是這樣 那根據這個... Tangent Perpendicular to Radius 切線垂直於半徑 那其實說真的 我就知道 以下有些事發生了 有什麼事發生了呢 第一樣東西 我知道的就是... 這裡這樣打下來 這個位置就是90度 我提醒你的 因為這條是 Radius 是不是 而這條是Tangent 那就是... Tangent Perpendicular to Radius 而事實上 題目有說過 就是 Radius 是多少 不如我... 不厭其返 我還給你 那個 Radius of inscribed circle 這個三角形CDE就是R 當然啦 就是綠色這句 中文的題目 可以嗎 OK 就憑這句話 其實你就知道 這個邊場 這個虛線邊場 其實就是R 那我記錄一下 而事實上 那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位置寫下來 也是R 那麼長 而這個也是90度 原因很簡單 亦都是Tangent Perpendicular to Radius 切線 隨適於半徑 那這個是R 甚至 這個也是R 就是... 由Center這裡 刺出去 刺出去 剛剛它觸碰那一點 那這個也是90度 而這個也是R 半徑來的 對不對 那其實 怎樣可以將它... 這個東西證明了 PR等於2A 其實呢 它用的那條方法 就真是... 說真的啦 如果你真的看不到 就永世都看不到 就是怎樣呢 其實這條方法很簡單 就是怎樣簡單呢 看著吧 我把它切開做三楷的三角形 不如我用紫色筆吧 好嗎 那我切了 那我切給你看 那我切開 那我切完之後呢 其實不如我給它一個名字吧 中間這一點我叫它做F 好嗎 我叫它做F 好嗎 好 而事實上 這個Area 是怎樣計的 這個Area 其實你可以由 這個三角形CDE 的面積 其實是由三角不同的部分組成的 由哪三角呢 我可以看到 第一角就是黃色這一角 不如我游給你 就是黃色這個三角形 再加第二角 第二角就是橙色的三角形 不如我游給你 就是這一角 當然還有第三角的三角形 我用綠色筆 又游給你 那就是這一角 那就是這一角 那就是清楚了 是吧 重新一次 紅色這個三角形CDE 其實是由三角不同的顏色分別橙色黃色和綠色造成的 對不對 所以其實不如我便理會了 看到我便理會了 那我就首當其衝 在這裡做A part 那我就會告訴別人 我就let A part 我就let 那個F點 剛才都說過 有個F點在這裡 就be the center of the inscribed circle of這個三角形CDE 好了 三角形CDE的內切圓 它那個 center的圓心就是F 我已經切了 OK 那之後就好了 那我再看一件事 A是甚麼來的 A其實現在你說的就是area of這個三角形 是吧 那這個A 總area就是叫A 是吧 不如我這樣按下 總area 就是叫做A 是吧 他講的題目 而P 是個 parameter 或者我用紅筆 你會更加舒適 為甚麼我會用紅筆呢 因為你看真點 其實是個周界來的 是吧 周界就是這三條邊加起來 所以P 我用紅筆你會更加舒服 P 其實就是個 parameter 那麼我把描定了 在這裡你會希望你舒適一點 A就是面積 會是等於甚麼呢 其實就是這個三角形大的紅色三角形面積 就等於由這三個三角形面積所造成 如果你知道是這樣的情況 那我首先計算黃色那個先 底乘高除2 是吧 三角形面積 底就是DE 那麼我給你足卡拉利 DE就是底 的時候的話 那麼高就是R 就是綠色R 再除2 我重申一次 這個就是黃色的鎧椰 可以嗎 OK 那麼 這個我塗給你了 這個就是黃色的鎧 所以我塗給你了 OK 好 就再加 第二個 就是第二鎧 就是甚麼來的 就是 橙色那個 不如計好嗎 如果這個紅色是底 就是CE是底 底 底乘高 那個高就是綠色的R 所以乘回綠色的R 即是底的話 這個就是高 再除2 當然啦 這個就是橙色部分 所以其實我也塗給你 讓你方便一些溫習 最後 還有第三體 就是加上 綠色部分 綠色部分的 三角形面積 就是底乘高除2 底就是紅色的CD 再乘2 再乘2 高 高很明顯就是這個綠色的R 再除2 當然啦 這個東西就是綠色部分 三角形面積 所以我也用綠色 方便你們去溫習 可以嗎 OK 而事實上 繼續下去的情況 第一下 你讓我做什麼呢 沒有的 就是一抽 common factor A會等於什麼 當然就是 這裡有R除2 這裡有Rover2 這裡也有Rover2 所以整個Rover2 我就拔出來 我不再用那麼多色 然後剩下的東西 剩下的就是DE 你也看到了 剩下的DE 剩下的加號 剩下的CE 剩下的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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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忘記 裡面這東西 三條邊加上 紅色三條邊加上 就是這三條邊加上 就是P 就是P 所以 A就是等於Rover2 再成什麼呢 在這裡就會是 再成P 就是它說的Permeter 即是真正答案 剩下的 剩下的 隨意調改變成2 等好左右兩邊調轉 再寫好它 所以不再用那麼多色 即是P R 就會等於 2A 整件事搞定 就是它叫我們做的事 對不對 這個 行不行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去B 部分 B部分做什麼呢 有兩部分 我們先看看 它這裡做什麼 上面的大圖文字 一定是畫圖的 你不用想 OK 好了 去到這個 B1 我先看了B 它就說 Coordinate of the points 有兩點 1.5K 分別是9和12 和140 分別地 可以嗎 其實你給我 我一定會畫圖 你不用想 所以我都會繼續畫下去 不如我就在這裡畫 好嗎 我就 畫低它 畫大一點點 這個就是B part的圖 不要介意我 對上A part繼續畫 因為想畫大一點點 這個是X axis 這個是Y axis OK 可以嗎 之後 它有提及過兩點 1點叫92 1點叫140 所以92在那裡 如果92大概目測 3 3 6 9 12 3 6 9 12 大概在這裏 目測 我也是大約 這點叫H 9 12 另外還有一點 就是K K就是140 9來到這裏 就是140 在這裏 所以這個就是K 就是140 OK 可以嗎 好 之後 它還有一點提及過 繼續看 它就是 Let p be a moving point in Rectangular coordinate plane 而such 導致發生什麼事 那個perpendicular distance from p to oh is equal to perpendicular distance from p to hk 那這個O是什麼呢 它又說 Where o is the origin 即是那個軟點 我又再畫多一點點 換言之 現在這裏 我退高一點張紙 沒有介意 退高一點張紙 即是在這裏 現在 這點叫O 就叫00 OK 好了 它有繼續說下去 就是說 看看 OK 它有說過這句 不如我抹下它 拿支螢光筆 好像不太理想 拿支橙色筆 拿支粉紅色 紫色筆 它就說 那個such that 算了 螢光筆 可能好一點 such that 導致發生什麼事 let p be a moving point 而such that 導致到 這句說話 let p 是一個 moving point 這句很重要 譬如說 在plane上面 such that perpendicular distance 由p 到oh oh oh 就是這條線 is equal to the perpendicular distance fromp tohk 而o是origin 可以嗎 這句說話 即是 中文就是 這句 我幫你介紹它 由於b part 黃色 我們看到一些東西 其實我當oh 現在提及過的 就是紅色這一句 好嗎 紅色這一句 而它也提及過的 就是 還有一個 就是hk 是不是 它的perpendicular distance p點就是從哪裡走來走去呢 p點就是從這裡走來走去 p點就是moving point 而such that 導致發生什麼事呢 它的perpendicular distance 由p 到oh 即是距離這條線的垂直距離 是會等同於 這條hk 這條紅色線的垂直距離 是一樣的 即是什麼意思呢 我大概估計 有段古墓很辛苦 其實我會估計 那個 那個locus 它就說delote那個locus of p 就是叫做r 那我就會覺得 那個locus 應該就像這個 那我就覺得這一條呢 就是個r來的 畫得好衰 塗了它就畫過 好嗎 免得整幅圖 突然歪了 不好意思 所以我經常都說 畫塗了我用這個原筆 不要用這個原子筆 要不然就出事了 行不行 好了 要等它乾一乾 乾了沒有 都差不多了 好 乾了 耳手上塗改液 大概在這裡 希望這次漂亮一點 看得好一點 OK 這個就是它所謂的 噁噁噁的符號 你叫它r也好 抹軌也好 照抄 就是這個 可以嗎 P點就在這裡走 為什麼呢 原因就是 譬如舉個例 如果P點在這個位置 你當這點是P點 我覺得這點也可以是P點 為什麼呢 原因是Pependical distance 即是垂直距離 沿著這一點P 即是紫色這一點 去到OH的垂直距離 就是這個 即是垂直這樣畫下來 這個位置假的 是不是 它就會等同於 其實即是沿著這一點的垂直距離 紅色線的垂直距離 沿著這一點 還有 再拉過去 你會按目測地去看 其實這兩個距離是一樣的 是不是 甚至P點可以在哪裏 你可以再落些 在這裏 總之在紫色線上 都可以 其實我又覺得 可能在這裏 這裏都可以 是不是 這點可以在P點 也可以 這裏怎樣怎樣 都可以P點 為什麼呢 繼續畫下去 你會看到 可以在這裏 如果它是垂直距離 如果它是垂直距離 即是這裏拉下來 這個是90度 即是連這個位置都是90度 即是拉過垂直距離 即是這兩條綠色的虛線 亦都是等它 一樣長的 是吧 一樣長一樣長 目測一樣長一樣長 甚至P點也可以在這裏 總之在紫色線上 都可以的 你想真點 其實可以是怎樣 你可以這樣 即是腳畫下去 即是你算我遜一點 都可以這樣說 因為我正在教你 是吧 我自己反反聲就做 但我現在正在教你們 所以有些同學 可能未必那麼理解 這個的距離就等於這個的距離 如果你按摩測 大致上是差不多 這個距離 拉一條虛線過來 所以其實這兩條虛線 又會是等於的 所以P點可以在這裏 是吧 而事實上 如果你讓我繼續做下去的情況 第一下 我就有結果 結果是什麼 這條紫色線 根本上就是我們所學的 一條叫做好famous 就是角平分線 是嗎 Angle bisetta 即是簡單來說 這兩隻角 這兩隻角是一樣的 可以嗎 所以B1問你什麼呢 它叫你 Describe一下 Geometric Relationship Between R 即是這條紫色線 還有角度 OHK 即是什麼 OHK就是這隻大角 還有就是這條線的關係 所以其實我就會這樣寫給它 是B1 我就在這裏做 好 B1 那我就會回答它什麼呢 好了 那我就會回答 那個紫色線 是吧 你叫R有什麼鬼都好 拐手符好 這個東西 好了 就是angle bisetta the is the angle bisetta of這個角度 照抄它 角度 OHK 那就搞定了 OK 一分倒入袋 應該我猜一分 這個 可以嗎 中文就是叫做 R 為角度OHK 的角平分線 角平分線 angle bisetta 叫角平分線 可以嗎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下去B2 不過這裏不夠位 為什麼我會開張新紙給你 可以嗎 先看一條題目 我先拿走筆 因為都很牙齒 可以嗎 再有需要再拿出來 先拿走間尺 真的 預算不夠位 好 先加了紙 好了 加了紙 為什麼在這裏做 不過先看看B2 問什麼 B2在問你的東西 就如下 他就說 現在 就 叫你 using a part 就叫你 find the equation of r 就是這條紫色線的 equation 是什麼 如果你給我 要我找他 我就想一想 你要找這條紫色線 好 我就想 跟上面的圖 有什麼相似 其實都很相似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如果你發現 其實這兩個 其實你覺不覺得 這個H點就是C點 這個K點就是E點 你這條紫色線的 就是D點 而裏面 你覺不覺得 這樣爆出來 這樣爆出來 大家都有R 所以 其實 樣子都很相似 所以 我在這裏 我就嘗試一下 用A part 的結果 去做B2 所以 不如我就在這裏 搞B2 好嗎 B2 B2搞什麼呢 首先你當A part 這樣想 A part 曾經有說過 就是 Area 即是這個三個型的Area 就叫A 那我們就算一下 這個三個型的Area 先 我們首先 算一下 就是Area 這個三角型 就是 叫做 OHK OHK 這個三角型的面積 是不是算不到呢 你想真點 其實我們這個 你看真點 這個 其實是 底 如果這個是底的話 其實 你從 座檔也看到 這個X是0 這個X是14 即是這個底是14 對不對 所以 其實不如我就 抹抹它 其實這個底是14 來的 這個底是14 那這個高 就在那裡 那個高 你會看到這個 H H 座檔的座標 是92 即是 轉過來是9 轉上去是12 垂直轉上去是12 所以那個高 還不是12 所以底乘高 就是底是14 高是12 底乘高 隨意的情況下 就是14乘12 再隨意 所以其實你不難發現 按一按機 這個是84 好 那就是這裏 A 就是84 你自己撕生 好 再來 我想試這個Parameter P是什麼 Parameter 就是這三條邊 三條紅色線 加起來 即是 將這條紅色線 加這條紅色線 再加這個14 這個14 不用計算 因為已經看到 從Coordinate 問題就是 這條紅色是什麼 所以我們要計的 就是OH 所以我們要計 OH O H 是什麼呢 你有兩個座標 O和H 都有 所以用Distant Formula Distant Between Two Points 就是兩點距離公式 就是 X2-X1 就是9-0 就是整個東西的二次 再加Y2-Y1 就是12-0 整個東西的二次 開方根 你不難發現 其實這塊東西 你出來 就會是 多少 就是 15 如果你按摩 OK 接著之後 這條 你能找到這條邊 當然 我把他按摩 這條是 這條是 15 我先把他按摩 這條是多少 HK 我們又計一下 因為你有兩點 HK 就是根據Distant Between Two Points 就是 X2-X1 就是 14-9 的二次 再加0 再減12 整個東西的二次 再開方根 所以 其實出來 這個是13 換言之 這個是13 我們就記下它 而事實上 這個Parameter 所以 那個Parameter 這個 三角形 就是 OHK 其實就會等於多少 當然就是 把這三條邊 全部加進去 就是14 加15 再加13 所以 換言之 這裏出來 都呼之欲出的 加完就是 42 可以嗎? 我按下在上面 等你方便看 這個呢 在這裏 的area 是42 比較一下 剛剛計算完的 就是84 而這個 紅色的Parameter 我用回紅色 給你看 這個Parameter 上面就叫P 今次就不是叫P 今次叫42 剛剛計算完 所以在這裏 我把所有的 就是這堆東西 而事實上 我繼續去 知道我做了什麼 就做什麼 就可以了 接著這裏 裏面有一個 inscribe the circle 你不如先試畫 好嗎? 跟著它畫 如果你跟著它畫 大概按目測 好嗎? 你要記住 這三點都要觸碰 這條線 所以你也要觸碰 X-axis 亦要觸碰 這條紅色 所以我大概目測 如果你給我畫 我真的 希望畫得漂亮一點 對了 按目測 畫得不好 都 真的不要介意 因為都很難畫得漂亮 按目測 差不多了 希望可以 差一點 好,行 先掉了 好,行了 按目測 大概圖 圖下的圖 圖下就是如此 當然用你少少 想像力 因為我幅度歪了少少 寬穿了 爲什間才告訴你 想像力寬穿了 好嗎? 好了 這裏就有個圓 這個圓就是 Inscribe the circle 那個圓 那這個圓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一點應該是觸碰XS,但我已經畫穿了,不要介意 這點觸碰紅線,你當它怎樣都觸碰 所以當它怎樣都觸碰的情況下 當它觸碰的情況下,其實你是不是發現裏面 我不叫P點,我叫它做Center 所以那個點大概按67,Center就會在這裏 其實不如我現在選一選這個 因為剛才題目有說過inscribed circle的radius叫r 我們就學它,是嗎? 就選了,r be the radius 先寫低一點 一時不留神,看不到後面有東西 我們就let東西 let那個r be the radius of the inscribed circle of this 三角形 OHK 而事實上,如果你知道它們是r的話 換言之,現在你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這些位置全部都是r 不如簡單一點,好嗎? 我不要畫到圖這麼花 不如你當藍色點現在上來這裏 在p點附近 大概這個位置 換言之,這條是r,這條是r 連這條刺下來都是r 所以其實即是... 算了,不要了 繼續在這點 換言之,我先記好一點 這個藍色虛線是r 這條刺下來都是r 甚至這個刺下來都是r 你謹記,它們剛剛touch一點 所以根據剛才那個tangent perpendicular to radius 這些是90度 這些是90度 連這個位置都是90度 所以其實這些位置就是r那麼長 r那麼長 也都是r那麼長 所以其實換句話來講 我們by using the result of a 在a part做過什麼呢? 不如我寫下 好嗎? 我就會說 by using the result of a part 在a part那裡 我們做過就是這個 就是pr r我們證明過的 就等於兩個a 那是什麼意思呢? pr的p就是個parameter parameter就是42 所以就是42 再乘2個r r今次我想找它 我不知道它有多少個藍色r 那就是r 就等於2 再乘A A是什麼呢? area 這次就是84 在上面算過 所以這裡就是84 所以換言之,把42除過去 所以你不難看到其實r 這次你會發現其實是4 所以這條也挺深的 而且你直接用回a part的result 可以做的 可以嗎? 然後繼續去 所以其實換句話來講 這裡如果我們再做 我就想知道這一點的centre是什麼 不如這個centre我叫它做 我抹下一點 這個centre不如我叫它做n點 好嗎? 叫它做n 其實你是不是兩個caderny位都不知道呢? 不是的 你倒過來真的不知道倒了多少 那你就叫它x 但是問題來了 你倒上去的時候 你是倒了radus r這個虛線那麼多 所以r是4 那就是你倒上去是4 所以這一點其實就是叫做n 跟於x4 所以其實就是換句話來講 你給我 我在這裡我就會再做下去 我就說 那個n點 就是叫做x4 就be the radius at be the center of the inscribed circle of這個三角形 ohk OK 好了 而事實上 我們這一點之後 我們想玩什麼呢? 那我們就在這裡看 我會看到什麼呢? 不如我拿一支黑色筆 黑色筆可能你會舒適一點 在這裡我會看到 這裡全場是14 是不是? 如果我叫這一部分 叫x 為什麼叫x呢? 因為這個n點就是x4 退過來x 退上去是4 所以連這一部分 其實這一部分 其實這一部分 我就會叫做x 可以嗎? 根據tangent properties 告訴你 其實這一部分 其實是等同於這一部分 所以其實這一部分 都會叫做x 是不是? 如果這一部分都叫x 我會這樣說 全長這裡是14 是嗎? 這部分是14 全長14 這部分叫x 這部分 其實就根據大減小的定義 這個就是14-x 如果這個14-x的話 其實這條是tangent 這條也是tangent 所以這一部分 和這一部分應該是一樣的 原因就是tangent properties 所以其實這部分就是14-x 而這一部分 繼續看 這一部分是15 是不是? 全長是15 剛才在這裡做過 這一部分 這一部分 是15 這個是x 大減小的情況下 這一部分 其實就是15-x 如果這一部分是15-x 即是可以了 即是連這一部分 都會是15-x 原因就是tangent properties 所以我錄給你 這一部分都會是15-x 我錄得很壞 這裡 試圖錄好一點點 不過要等它乾 所以我先寫這邊 我會告訴別人 就 by using tangent properties 因為它的分數上 就不是多 不要寫那麼多東西給它 by using tangent properties 就算了 一鋪個攬炒給它 中文就叫做 利用切線性質 你會看到不難發現 這部分 我希望它乾了 幸好乾了 這部分 跟這部分一樣 根據 tangent properties 所以這部分就是14-x 所以 換句話來講 全場這部分 紅色hk 就是13 這裡計算 記不記得 所以其實 這部分是13 即這部分是13 它是由這兩部分組成的 所以 其實你不難看到 就是把黑色那兩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這部分 就是15-x 而第二部分就是14-x 你把這兩部分加起來 其實就是 它全場紅色這部分的13 所以 15加14 即是29 減兩個的x 即2x 即2x 等於13 即是甚麼意思 負2x 就等於 負16 你不難看到 其實x 就是8 即是整件事 完全 換言之 現在我知道 這個n點 n點是甚麼 n點就是84 原因就是 x是8 n是x nx4 x就是8 這一點就是84 即是 換言之 現在我不再叫它x4 在這幅圖裡改一改 我叫這個n點 叫做84 OK 如果這一點是84 之後它叫你找甚麼 不要忘記 它叫你回到 equation of r 即是叫你找這條 喂 你有一點 在紫色線上 叫h 叫92 另外一點 叫n點 在這裏 在紫色線上 叫84 那你還不是 兩點 夠資料做它 所以 你讓我做 繼續做下去 所以 我們來看 the equation of 這個紫色的r 在這裏 是 是 是 根據 distance 2點 式 2 point form 其實 就會是 y-y1 就是4 就 over x-x1 等於 y2-y1 就是 12-4 over x2-x1 就是 9-8 你不難發現 其實 你不難發現 其實 這邊 減一減 12-4 就是 8 下面就是 1 所以其實我不是很夠位 不如我寫在這邊 好嗎? 我割開它 在這邊做下去 不要硬迫 在這邊做下去 從這裏跳上來 之後你會發現 y-4 over x-8 上面是8 下面是1 就是8 你把y-4 照留在這裡 8 除x-8 調成x-8 之後 之後沒有的 你就把兩個箭咀拆回壺壺 所以 這邊就是 y-4 就是 8 x 再減 8 8 64 當然 最後 把y-y 所以 8x 再減 y-4 加4 所以就是 60 等好左右兩邊 當然就是等於0 最後終極答案 就是這個 可以嗎? 可以嗎? 好了 讓大家檢查一下 看看今天有沒有特別的問題 這就是詳細問題 AB part 當然 這條數目也頗長 這就是A part的詳細答案 至於到B part 我把字移高一點 這就是B1的詳細答案 連著圖 也很快 不過說真的 你沒有圖就不用玩了 這條題目 可以嗎? 好了 至於到這裡 這就是B2的詳細答案 我逐個掃進去給你 可以嗎? 掃進去給你 當然 整條數很長 我把上面移動給你 看看今天有沒有特別的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到這裡 OK? 好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